这部分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而且其实这也没什么太,当然你可以猜得出来前十名,应该是前十名你们应该都认识吧 那前十名的订阅分别最多的第一名就是这群人,应该知道这一个团体吧 这个团体其实也蛮坎坷的,就是刚开始可能连那个,我记得他那个主要的成员有几个刚开始,甚至那个谁,那个什么,那个女生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婴的 婴生对,他曾经好像在百货公司卖鞋子,还被认出来,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其实过得不是很好,而且他老家在苗栗吧 然后他有拍个影片说,其实赚不了什么钱,曾经想要放弃的,可是现在呢,就做起来了,所以后面有一些成员也都陆陆续加进来 哇,他已经311万,很厉害,另外的话阿滴这个就不用讲了,OK,他好像还有一个妹妹叫什么滴妹吧,OK,那其实也是 频道本来刚开始也是没有订阅人数没有非常多啦,不过现在好像也急起直追,好像已经快破百万了吧,我看 而且之前好像听说也开了一个什么红茶,那个奶茶,珍珠奶茶店吧,因为YouTube的关系,所以我看很多人都会排队,OK,还有蔡阿嘎,蔡阿嘎也很厉害,他除了说什么,除了说他自己有频道之外,他的小孩子,他儿子是不是叫什么,蔡桃贵是不是,我本来不知道 哇,他已经也订阅人数也好像几十万了吧,他一个女儿好像最近还出生,也有弄一个频道 两个儿子 两个都儿子喔,OK,他有三个 他有三个 他已经有第三个了 这么厉害 哇塞,所以YouTube也蛮厉害的 真的 之前 连他的那个老婆也有弄那个频道,所以你会发现光他们家里 在YouTube上面的那个曝光度,其实就非常的高 OK,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等于是把所有自己的生活都公开在这个 这个网路上面,其他还有像什么,阿神,重量级,这什么,这两个我比较陌生 Joeman我,这什么,这游戏的吧 阿神好像偏 游戏的吧,OK 我发现 蛤,重量级是情侣 情侣 哦,重量级 OK 然后Joeman我就比较知道了 他好像前一阵子还买了一台什么小牛,是不是 一个超跑 然后好像在他 在他妈妈 他妈妈还一直骂他说你怎么把钱花在这上面等等 诸如此类的 不过也蛮好笑的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 木曜四超玩 那个应该大概也不陌生 小玉 喂,小玉现在在白鸭棒里面 我想说他几乎是已经 夸潜鱼即穷的感觉 好像所有的那个 能拍的素材 好像都拍 之前好像甚至有一个影片是什么 跑去买了一台二手车拿来砸拿来玩吧 OK 是不是此类的 反正 盛节时应该大概也不陌生 其实都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 OK 而且这些YouTuber其实也经营频道 这个经营YouTube有一段时间了 OK 那 这个是比较早之前 2018年的 你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哪些人不见了 其实你会发现 几个 不在排行榜里面像古阿末 有没有 古阿末之前被告了 可能他现在可能会比较 小心一点 就是他智慧财产权的部分 OK 其他的什么 放火 鱼竿 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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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会员机制 比如你可以建哪一种等级的会员 然后你要收多少费用一个月 其实我的频道我也弄了 刚我发现好像会员真的要愿意掏钱出来的 我觉得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除非说你有针对会员提供很特殊的影片 只有会员看得到的话 我想可能才比较有可能会有人愿意加入会员 其他有像广告分论 到底YouTube能够让你赚多少钱 OK 它其实会有及时的一个讯息让你知道 待会的话我也会分享一下我的频道经营 让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能够赚多少钱 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给各位评估一下 其实我是觉得经营YouTube对我来说只是业余的 不过其实蛮有趣的 OK 所以再来的话 我们大概看一下 我分享一下 首先的话 因为我的相关设定 全部都在我自己的电脑上面 所以顺便教各位一个方式 如果你将要连线到自己的电脑上面的话 其实Google也提供了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连线的方式 叫做Remote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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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然后点 它本来应该点 COME 它点 COME 斜线一个 SS 我的习惯是这样 有的时候其实常常打一个RE 它就跳出来了 这个叫什么 或者你们可以记什么 叫远端桌面 叫Chrome的远端桌面 也就是你可以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如果说你像我现在这一台 我登录我的Google账号 那它会帮我把只要是我的电脑 有加到远端桌面的全部都列出来 那我电脑这么多台 OK 然后底下的话 如果你要设定这一台 比如说要被人家连线的话 这边可能要安装一下 这边可能要下载 然后把这个加到Chrome 以后的话 人家就可以连线 像我有一台电脑 我自己在用的这一台 现在是有在线上 如果要连线的话 我就直接点它 然后呢 再把我的PIN码 直接打上去 当然只有我自己知道而已 不能让别人知道 如果你们假製知道 也可以连到我的电脑 那就麻烦了 那就可以知道我的很多秘密了 OK 连线 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连到我的电脑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的电脑 那里面的话 我把它按F11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其实我总共会有几个频道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频道这么多个 这个可以切换的 有没有 一个账号 可以呢 有这么多 1234 这个重复了 5 6 至少有6个频道 目前比较常用 就这两个 订阅人数 各位可以看到 一个是 一个是33,000 一个是7,200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 这个是 大部分都放了 以Sale VBA相关的影片 我就把它传上去 然后呢 如果是上我课的 这个学生学员 他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影片 但是如果没有上我的课的学生的话 只能够看到部分 就是说不是完整的 用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进到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所谓的资讯主页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是资讯主页里面 就提供了蛮多的相关讯息 比如说最新的影片成效 哪一个影片的成效最好 你会发现第一名是这个 刚好是我们上课的影片 我刚刚已经把那个 我们上课影片 我把它贴上来 那就讲那个Google时间走的功能 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可能比较曝光 你会发现最近都成长 观看次数成长 曝光的成长3.5% 那观看时间大概就是介于 大概长度 他一般人最多最多就看3分51秒 那为什么没看完 可能就看一看 不想看就跳脸 OK 那再来的话 其实我最常看的就是 目前我的这个频道 订阅人数是7,221个 比过去28天增加了100多个 OK 7000多 这个是比较少的 然后观看次数的话 这边会显示出来 一个月28天 然后观看时间 这边会显示出来 成长38% 收益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 假设我的频道 大概订阅人数是这样子 7000多个 一个月呢 我可以赚多少钱 大概这个初估 就可以赚23.92美金 如果现在以假设1比30来看的话 这个频道一个月 我可以赚多少钱 乘以30 30 好了 顶多700块 一个月 OK 你想说 这样700块一个月 好难赚 对 其实真的 有点难赚 所以 其实有的时候 经营频道 不是说只是为了赚广告费 其他还会列出什么 过去48小时 哪些影片是曝光率最高的 它会帮你列出来 所以你可以点击 前往数据分析 那你就会看到什么 最近28天 总共累积了 14000多次的观看次数 然后大概时间等等的 然后跟你讲说 哪些影片观看的次数最高 它会列出来 其实都叫VBA的 然后还要哪一个 填写问卷 这个不知道哪一个课程的 然后等等的 这些 它会有一个相关的总览 然后还有所谓的 触及率 触及率 应该是来源吧 这个从哪边来的 它会告诉你说 你会来看的影片 有第一最大部分是 22.7% 是来自于YouTube搜寻 也是要搜寻到 才看到我的影片 另外的话还有外部 这个外部可能也来自什么 可能是来自部落格 等等的 或者是其他网站 然后建议 它建议这也蛮多 播放清单 15% 所以我可以从这些资料里面 可以知道说到底 外部它这边有叙述 外部是从这边是46.3% 12的话是这个S10U 这是东吴大学的网站 然后匹克邦 这个才是我的实际上的部落格 OK 它YouTube本身 所以它有一个排名 再来的话 流量最高的那个什么 播放清单 有哪一些 看起来好像是东吴 因为我在东吴大学 有开一门远居课程 就是直接让他们在线上看影片的 OK 然后其他的话什么 参与度 观众 收益 OK 那这个是频道1的结果 其他 那再来的话 我再分享一下频道2 这个频道2的人数 就会比较多一些些 切换 其实你会发现 它可以切换这么多个频道 那我把它切过来 切到这个 这个是我的主要的 就是我们Google搜寻到的那一个 等于排在第一 第三个那一个 OK 如果你说起来吴老师 它才排在第三个 那这个频道经营的比较久了 我印象中 这个频道是有YouTube的时候 就有这个频道了 所以在2006年就开始有了 2006到现在已经14年了 OK 所以这个频道已经维持了14年 那里面的话各位也看到 这边的话 它会也是一样 帮我列出什么最新的影效 这个最多人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列出哪个影片最多人看 最近 然后发布的影片的成效如何 另外的话 它有最新消息 然后给你一些灵感 并且跟你讲说 有些影片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版权问题 它会列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 会告诉我们最重要的 我这个频道 目前订阅人数是33,121人 然后过去28天增加了300多个 也就是说每个月大概增加300多个 300多个 所以如果能够达到像那个刚刚看到那个YouTube排名这么多人 就是超过 假设它超过10万的话 那300多300多要多久 一年大概365 大概就多少 300 300 10万 是不是可以 反正就是一个数字 一个月 假设300 一个月假设300的话 那一年的话就乘以 12好了 300乘以12 那就是 3600 3600 那10年才3600 实在是 那还遥远 那 预估的收益 这个频道就比较多一些些 这个频道的货益 大概就是 121 1.9 这个比较多 所以算下来的话 假设1比30的话 就大概3600 OK 所以 这个就是获益来源 3000多块 一个月 那你说 少吗 但我觉得不如少补了 所以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总共有这两个频道 那我就是利用远端遥控了 所以有两个重点可以分享给各位 第一个 如果你以后 假如说你在外面 你想要连到自己的电脑的话 你可以利用 有个叫什么 Remote Disk 这个叫什么 远端桌面 然后你可以连到你自己的电脑 第二的话 你可以 再来的话 请各位 试着呢 假如说你 没有开通你的频道的话 那请各位 试着开通一下你的频道 然后并且 可以在这上面 可以在 加 试着把影片传上去看看 这是第一个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 来看一下 其他的YouTube的相关 功能说明 有一些 我想大部分同学都已经 对这个不陌生了 所以我们就抓一些 我觉得最近会比较常用到的功能 那我已经有把一些 相关的 资料 放在我云端上面 我第一堂课有跟我讲的 那个网址 只有gg.gg cloud toapp gg.gg cloud toapp 里面的话 我 有把它 再分割一下 分成就是云端应用 YouTube相关 所以请各位待会打开 这个YouTube相关好了 那工具程式上面 我也把它分 分成五个类别 比如说 怎么下载YouTube影片 其实我比较常用是用这个 叫做4K Video Download 4K Video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这个 这个还蛮好用的 4K Video Download 或者你们可以搜寻一下 叫4K Video Download 这边有免安装的 这边有下载 我把它Download 这个是它官网 你可以把它下载之后安装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也先 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 再来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 这边的吧 那样 那边对 我们可以留下